观看习近书记所作的二十大报告 是令到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二十大报告会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有理论指导有规划 另外最重要的是执行力相当强的一个政党 我们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就会对我们国家未来 去建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充满信心 中华民作伟大复兴的梦想能够很快能够得到实现 现在报告里面大家要留意的 其实我们香港是我们国家的部分 我们中央对香港实行全面的管治权 国家是有一个发展 我们香港自然是水涨船高 在文件里面会看到中央是全力支持 我们香港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参与大湾区的建设 另一方面是支持我们香港发展我们各方面的中心 特别是对国际方面的联系 对我们香港未来的经济再创辉煌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报告里面特别要提出了 将我们七一重要讲话的四点的希望里面都写入二十大报告 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这个是给我们香港人有一种信心 国家发展了我们的人民能够受惠 其实我们香港作为国家的一员一定会享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建设到现代化强国的过程里面 我们香港人一定能够共享到这个发展的成果 很多社会经济民生的难题 正义报里面所讲过去很多想解决而未解决的 在过去十年是解决了包括全世界都难解决的贫穷的问题 我们香港最小的地方面对的房屋教育医疗退休等 在这些我们打工阵里最关心普洛市民最盼望解决的问题里面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 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的指引下里面 我们香港一定能够解决这些社会民生的难题 令到我们香港所有的市民都能够过上乐业安居 我们的未有的生活是可以实现的 中共的二十大报告是对国家未来发展二三十年所勾获的蓝图 对香港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影响 我期望我们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深入去学习二十大报告 特别是我们香港与国家的紧密关系 从中能够找到我们发展的机遇 又能够解决我们社会所面对的各项民生的难题 希望我们社会各界能够凝聚到共识 团结一致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 我们国家今天取得成就 是全体一起去努力的 希望我们香港的未来发展里面 我们香港人一起共同努力 可以建设好我们香港 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共同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